我们现在有一些太极的新娘 或者就是说一些越南的这些好姐妹 就是来到我们台湾 嫁到我们台湾之后 他们的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部分 也是对我们影响很大 对那像这样子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文物馆的一个展览 等于也是不断地在帮我们做一些 记忆上面的一个唤起之外 也是对一些文化的一些认识 当然对于军旅的生活 就是感觉上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去慢慢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那这个李大哥来聊一聊您小时候 在眷村里面的一个生活印象好了 因为他就是怀旧嘛 为什么对眷村大家会觉得好像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李大哥 您的小时候的故事 我想每个人小时候是差不多 因为你的记忆力都不会太多 所以你不管是吃什么 用什么过什么 其实都是你周遭很窄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眼睛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也没有去过外地 所以我都会一些停留 我的小时候因为在很偏远的乡下 在基隆这个山区的一个乡下 我后来从事的类似眷村方面这样工作之后 还发觉当时我们事实上是有点 居住在险境 要这样讲就是因为 当地全部都是本省的聚落 我们附近也有很多的矿坑在从事挖煤的 所以它不管是在知识上 或是在当地的迷情文化上 我们这个外省来的眷村 突然间降落在那一块土地上 对他们讲是格格不入的 不管是在文化 在语言 在生活 在习惯 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在当时 当时小孩子是不觉得 觉得那个危险是大人的事 小朋友一样是玩自己的 只是说老是被长辈们告诫 不要离开村子 不要任意离开到村子的围墙外面 我想说外面会有什么问题呢 原来外面倒不是有什么 而是因为它其他聚落会有 可能都会有一些敌意 那后来当然是透过了教育 就是我们附近盖了一些小学 然后我们本省聚落的子弟 和我们眷村小孩的子弟 共同去读书 在坏的方面也有啦 见面就打架的啦 但是在好的也有 我们在功课上互相提息 或认识彼此的族群 甚至我会去你们家做客 然后呢我妈妈也会邀请 跟我比较要好的本省聚落同学 一起来家里 那在小时候记忆就是 其实你讲的敌意 或者你其实讲的险境 其实在我们小时候是没有发生的 那这个因为后来到左营后 才发觉左营比较不一样 就是因为左营的外省聚落太多了 左营的外省聚落多 多到让本省聚落 我是觉得它可能会有一点险境的感觉 有威胁 所以跟我们在其他的县市 大部分都是一大片的农田 或者是果园 或者是余温 就是一个传统产业的一个本省聚落地方 然后会有出现的一个 讲着不同语言 生活习惯的一群人 然后一个村子 或者两个村子 了不起三个村子 那左营反而是有二十几个村子 那本省聚落只有几个村子 只是形成一个非常很有趣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文化一个差异 是 对啊 所以刚刚就从我们这个李大哥 就有就是提到说 所以有的所谓的就是省级情节 可能真的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 语言方面的不同 产生的一些误会 尤其是像语言 那因为我听杨大哥您的相应还蛮重的 那这个部分您在当时有没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 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的敌意吗 听不懂啊老乡 没有没有这个敌意都没有 我们因为从小念了海军子的学校 小学初中 所以我们到现在讲台语南语还是不太灵观 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本省级的同学在一块 我们出的非常好 现在每一年我们还聚会一次 所以完全 我们毕业五十多年了 还聚会一次 好难得 所以感情是在的 在眷村里面 当初演变的最后 里面这个太太们 来自各地这都有 原来是大陆带过来对不对 他也在这边结婚的对不对 那么这边结婚就有本省的了 有客家的 有原住民 就住均融合的意思了 所以到了过年过节 很热闹 各种口味都吃到了 各种口味 然后各种话都 他们都做 都做成妈妈很热情 我们小孩就跑去 来来来我家 什么饺子 馒头包 过多年干 那么都有 北方的 南北 所以现在眷村是拆掉了 可是这个影视文化 扩张数据了 现在分散到各地都有 对 我们就是 要看到他们外面 只要写的一个外省面 或者什么山东大顶之类的 就会特别想要停下脚步去品尝看看 会挂着眷村两个字 就会觉得它特别有味道 想要特别进去再看一下 是 那就是说 因为小时候我也是住在眷村 然后所以就感觉上 我们那时候是已经看不到 所谓的竹笔 但是就可以看到那个围墙上面 就会有那个 玻璃 对 碎玻璃 就是 这个就是眷村的味道 它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这种很特殊 印象令人特别深刻的一些装饰 所以它会让大家会特别想要再去 细细的回味一下 那方琪虽然你是在澎湖的眷村 但是你对家里面那个时候的印象还有吗 我们家是医院 我家以前是那个诊间 看诊的 门诊的那个诊间 然后呢 我家是7号 隔壁是8号 然后我们家 7号跟8号中间就隔一个木门 就是说我们墙壁是共通的 可是我把中间那个木门打开 我就到隔壁高妈妈她家 好特别 然后因为我后来 其实那时候 小时候对这个不会有什么感觉 是后来到眷村文化馆以后 我开始去回想说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人家都说那是以前海军的 就是日本的那个年 日治时期的医院 对 那我开始去回想 好像是耶 如果以我们家客厅的位置 应该就是医生看诊的 那个桌子的位置 然后诊间就是它内诊的地方 所以它开了木门到隔壁高妈妈家 就是内诊的诊间 对 然后整个我们那边 我们户数不多 大概七八十户 对 刚好可以塞很多不同的 什么牙医小儿科 很多不同的科别 应该也差不多就是 大概是这个样子 综合医院 然后后来想一想 好像应该是没有错的 而且我们 因为我们是医院 所以其实我们的空间 会跟一般的眷村比起来 我们家的整个格局 应该是说外面 外面村子 应该是说马路或者是 种的树 可能跟其他村子比起来 我们还算是蛮完整的 对 因为它本身就是要做医院的格局 我们也是村子 好像每个眷村都一样 我们一进去是一个圆环 对 圆环 然后我们还给奖公同向 是 当然一些元素 到我的年代 已经没有尽力这件事情 对 就是绕过去嘛 就从圆环绕过去 然后旁边会有篮球场 然后另外一边是锤球场 有时候会有一些爷爷奶奶 在打锤球 然后因为是澎湖 所以我们的路数是木马黄 对 桌边有很多木马黄 然后我们的 我们不是竹笔 我们是空心砖 对 可能因为澎湖的关系 对 对 就是地理位置可能 对 会造就一些建筑元素不太一样 然后最后面 在我们村子的最后面 应该就是以前的太平间 对 所以我们所有的长辈 都会告诫你们 所有的长辈 不管我们脚踏车 骑到哪边都可以 最后一排不要去 对 我到现在印象还好深刻 然后应该是在太平间的另外那一边 对 太平间可能是在村子的这边 然后我们公厕在村子的这一 对 公厕也是眷村的很大的特色 对 那个时候我们有公厕 上个厕所要到外面去 到我的年代可能比较后期了 所以其实家里面都 就是本身就会有厕所浴室 可是听说以前真的到公厕 对 以前我们家做的那个是有公厕的 所以两位大哥那个时候家里面 也是有公厕的吗 是将军的有以上的才有自己家里面的 私人未遇 这是后期啦 这是后期 因为眷村的它实际的发展 它也是归类了好几期 当然从早期的日据时代 我们所接收的 然后到测水来台必须要安置的 然后马上去增租一些场地 来临时来搭建的 也到后来比较长期有计划性的 募款所增建的 一直到现在最近 已经完成所以眷村改建成为一个立法 然后必须要完成一个国防的 福利的一个政策的 我想说演进的这些发展 在早期我们真的使用那个厕所 就是真的是非常不方便 至于他家近的人 是离厕所近应该比较好嘛 错 不好 臭吧 对 倒不好 离他远的呢 想大半夜的 然后天气冷 你只为了一个上厕所 然后又跑那么远 所以说不管远跟近 其实都不好 他建在村子的外围 所以到外围 那有些并没有整理的地方 我们认为夜晚去上厕所 有些安全上的顾虑 没错 或等等 其实到后来 应该算是从民国五十几年以后 开始在建设的眷村里面 他就不再有公厕 公厕的这个 而他自己内部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卫浴 然后在大概民国六十几年 再开始全部都打掉所有的工程 然后他是用一些修缮的 经费 经费预算 然后对全体的所有的眷村 做一个在生活上一个改善 所以我想说他的进步啊 或者是其实是真的是标准的 越住越好 越过越好 就品质是 生活品质是越来越好 那我们再利用简短一个时间 因为文物馆 它毕竟它是需要 就是里面希望我们更多的民众 能够捐献出自己的一个文物 那至于怎么样的保管 你们是不是也会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的物品 来带为保管呢 当然我们一定会把所有的民众捐来这边 就是捐来馆里面的东西 做一个妥善的保存 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展品 就大家看到这边成立的 其实他每一个都 他自己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号码 然后他会有一张自己的身份证 对 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之后 他之后还是会回到 他自己该回去的地方 对 那当然我们 我们也知道说有很多的长辈 把他的东西捐出来 其实他会觉得捨不得 真的 因为毕竟可能皮箱跟着他来到台湾 也许来了六七十年 对那可能 那是他那一段流离颠沛的记忆 那可能眷补证他拿来 他觉得那是国家对于他的恩赐 因为那时候可能军人的欣赏 没有那么多 对他必须要靠一些卷补来 来填补家用的时候 对 那其实所有民众他拿来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会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东西 在照顾在看待 对所以每一样东西一定都会有妥善的保存 不过因为现在馆内的馆藏空间已经不足了 对所以我们目前是没有在对外收任何的东西 物质的部分是已经暂时先不收了 对我们都是用借的 如果用借的 用借的 可以借给我们来做展览 这个没有问题 好 对但是捐给我们真的是很保持 因为馆里面的空间真的很有心 那说不定对啊 有些人就愿意来分享了 毕竟这个东西还是可以拿回来的 是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我们三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那一段令人充满回味的历史的故事 那也谢谢你们 那如果观众朋友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的话 也不妨坐到我们的郡村文物馆来听一听当时当年的故事 真的是新事列很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